听说你在女家有个外号是吧 对 家里高熟悉 感谢我老婆给我带来 一个幸福的家庭 给我了很多的简直和力量 像我们那边说的是 蒙不倒 顾不对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文化水平 也有差异 就是我爸妈不愿意 把我嫁给了一个 小学还没毕业这个 他们不让我出去 把我手机也卸置了 不是 要不打算 那次来带她走呢 你又配不上人家 你带人家走干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发情话 想继续 是谁坚持的 我在坚持 我是坚持要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不会是用这种方式 伤着我爸妈的心 就一直这么好 没有吵过吗 有 你接了会儿之后 还有三次想离婚的念头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蕾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欢迎电视机前和网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 媒体评论人 智琳 媒体评论人 石树四 心理专家 白燕仪 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的故事 我现在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我娶了一个好媳妇 她是大学生 我小学没毕业 女生必须得贴她的 在她的罢车下 然后我这样摇骨式的罢车很不错 现在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变化 小时候家的比较贫穷 没想过上以后 买房买车又是开口死了 我一生长的时候觉得自己 能吃上 能喝上就行了 喂 走这次了 好 我生天的朋友都跟我说 她比较忘符 是她帮助我了很多 所以说我娶到一个好媳妇 这次我感成来到 谢谢你来来 感谢我媳妇 掌声有请被感谢人 所以老公就是把我娶了 就说是家里高书记 那你觉得你忘符吗 忘 好 掌声有请今天的感谢人 丈夫王毅 兔律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毅 我来自陕西省 沿岸市 暗塞区 请坐 今天来感谢老婆什么 感谢她忘你是吧 感谢我老婆给我 带来一个幸福的家庭 给我了很多的 劫持和力量 哦 那我们从哪说起呢 简直是2020年嘛 过年 让我第一次 人生感受到第一次的 一个最大的幸福 就是整个家庭的巨子在一起 来吃年夜饭 然后一个给我外公半年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 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祝爸爸妈妈 行点快乐 外事如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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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 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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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 切了 切手背着 切手 老老师师弟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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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住 住 美婆威严 生气健康 健康长生 新年开乐 二十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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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刷娇来 学习的军队 我又走出来的老婆 我一把头表给拿一阵 把头表给拿 我一阵都换一俩补肉嘛 换一俩补肉 就是他外公 因为他不是现在有病嘛 比较重 啊 我外公就是现在得了那个重病 然后就是想着一大家子人 在一起过一个恋爱 咋哭了呢 是绝症 对 癌症 哦 所以说 去年过年嘛 他就是把整个家庭就是 主持起来 他这个儿子儿女 孙子外孙子 我们就全部在一起过年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说是第一次接触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 是的 当时我是在2013年大学毕业 在我们大地的一个药店 收费室上班 他过来买药我们认识了 当时我们就是买药与卖药的那个关系 收费的关系 之后他就是慢慢 要我微信 我没给他 当时毕竟我是高大学毕业 然后就是不认识这种社会上的人 所以我就没想着给他 最后我们是开了那个附近人 我是偶尔玩了一次 然后就看到他家我了 然后我就通过了 慢慢聊 就这样认识的 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 我说 这个女儿咋这么好看呢 背泡泡的 也就那么大 感觉就特别可爱 所以我就没事就上去买创铐了 买个撒撒了啥的 然后我第一次要他回去 他不给我加 我说就加个微信没事的 他说不行 回去以后 那时候搞留下那个微信 然后我查一下附近人 他的网名比较个性 他的网名叫姚玉格黛 姚玉丝 就是土豆 土豆的意思 我一个朋友 他不是叫姚玉格黛吗 然后他的网名就是姚玉格黛 姚玉丝 我说你是不是他的粉丝 他说不是 我说不是的 你的网名在 他说他随便起的这么一个网名 我说你随便起 我们咋这么抢的 我一个朋友这么这么 然后就加了微信 他说 你是不是打姚玉的 我说对 我是姚玉教练 他说 他小时候喜欢 就比较打姚玉啥的 然后就这样 以这个就是 姚玉方面就是聊聊聊 然后我就 原来他去爬山 会唱我们那个 山本年歌嘛 然后我就给他唱歌 你唱一个我听听 我第一次爬山唱的是 拉手手切口口 我要拉你的手 还要牵你的口 拉手手切口口 咱们两个狗狗里走 拉了手没有 他开始没有 就是爬山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故意就把他拉一下 那就是拉了了 拽一下 乔口是第二回 第二回爬的时候 他说他不是这里一个地儿吗 我说你地儿咋了 他说他蚊子咬了 我说你让我看一下 怎么咬的 他说看一下 他不注意 我猛的一下就把 就那一口 怎么能第二次就让他亲了呢 开始是没喜欢啥 他没注意 就是他约我爬山嘛 他那时候已经喜欢了 对我有好感了 你那意思是指 他亲得正合时 对 你还挺享受 可以是这样说吧 追得还挺快 对吧 第二次爬山的时候 是在我们 接过聊天的 三个月之后吧 那都是两三个月之后 他那个歌一唱起来之后 还真有那个氛围 对 都这么追吗 先唱歌吗 在我们那边 我们摇鼓和每个 几活的每个人 基本都回几句 但是他比较独特 但是他比较独特嘛 就说一首歌唱出来 每个人一个味儿嘛 所以说他的歌是打 他是什么味儿吗 他的味儿不一般 他不一般 对 你们俩年纪差多少 我比他大七岁 你是什么学历 我是小学五年级 你呢 大转 你会因为这个而产生自卑感吗 有 开始 把他一直追到手了 但是 我自己开始就放弃 我就不愿意 因为我跟他态度过时 我了解到 他家庭背景也不错 他爸是石油国人 他又是大学生毕业 他弟弟也上大学 所以说 我感觉我就配不上他 配不上他 你亲他 开始的时候 我他也会喜欢他 但是我 就因为喜欢他 我就想放弃 不想要 我 把他连累了 把他连累了 什么时候想放弃了 他呢就是个 是亲了之后还是之前 亲了之后 那你亲他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了解清楚呢 你这就有点矫情了 把人家手也牵了 把人家也亲了 然后非常装高尚 说哎呀你是大学生 我配不上你 我不要连累你 你因为亲他之前玩 他们家庭背景 我不了解 请他以后 你可以先问清楚啊 但我发现 我越联系 越喜欢他了 我觉得我 这也喜欢他 他应该是先下手为敲吧 然后 我觉得他这番话呢 就有点像这个 网络上所说的凡尔赛 他先 对 他先得到了你 把我的心摟摟住了 对 然后又来说 然后又说 我也喜欢上他 对 就是这样 这种人就特别不靠谱 你知道吗 现在靠谱了 现在靠谱啊 对 那怎么着呢 那他想要离开你 对 是吧 他是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吗 其实不是他那些不是 但是他的语言上 他也就嘴上说说 对 但其实行为上 并没有撒开你的手 对 那你家人同意吗 家里人不同意 因为我们俩 像我们那边说的是 蒙不倒 互不对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文化水平 也有差异 就是我爸妈不愿意 把我嫁给了一个 小学还没毕业的一个 他们反对的很强烈吗 对 特别强烈 怎么反对的 把你关屋里 他们不让我出去 婚事你是不满意的 你也想反对 你会怎么做 我会 父母们认为 你应该记得父母对你的爱 但其实真正的爱 是尊重和包容 不是用爱去胁迫 你的爱也很自私 你等于把人家的女儿掳走了 所以说我到现在也 真的非常后悔 这件事情的始作用是你 对 如果你劝他说 咱不急在这一时 咱不能私奔 让父母着急 咱们用时间来证明我们 适合在一起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对 回来以后 我照着就这样说 退一了 但是 你必须拿十万块钱 这是压经 这个压经啥意思呢 就是说 你对我女儿好 这个压经就给你 不带给你 我让他再给你 他就是怕我 害怕我俩 这结婚以后 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怕拜托 离货的就是啥的 但是我那时候没钱 我实在没办法了 对我朋友 我想办法 他就他的公司 在银行国就 贷贷款导宝人 贷了十万 然后我就把这个十万 就给我照着了 我知道 我照着他的意思就是说 见我女儿 能选择看我比他大 七岁的人 而且没文化 家庭背景又那么不好 又那么贫穷 这看他啥呢 他想要这十万 就是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本事 把吃饭拿来 最后我就贷贷款 但是我照着他不知道 我是贷贷款 然后就是贴红嘛 就是我们那边的习俗 彩礼啦 照相啦 结合手势啦 买这个家具啦啥的 然后我又和 身边的朋友呀 亲亲呀 然后一起见 那这账怎么还呢 最后 结合以后 当时有些警账 有些朋友他跟我 有些亲情啊 他说 就等能给你导建一个月 他们要寄用 他帮你活结了以后 你得想不想给他 所以我媳妇 本来我们要买金子呀 手术呀啥的 得花两万多 然后他就花几千 一万块买的 剩下的钱 他就给我了 让我去还账 所以我到时我就 特别难受 我说你这你图啥吗 你像你给我这借后 我现在就 车过这半日子 那你图啥吗 图啥呗 当时是觉得 他这个人特别 就是有意志 有少计心 也许是当时是拿我的命运 堵了一把吧 那你觉得 这两件事情 哪件事情更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 它可以让你快乐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对 那你们之间 就一直这么好 没有吵过吗 有 有 我们结了婚之后 还有 有三次 三次想离婚的念头 那怎么会离婚呢 都喜欢成这样了 对 我记得第一次 就是在我俩没结婚的之前 他爸就借了他两千块钱 说是要住院做手术 说是医疗报销 费用下来的时候要给我 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 最后我问他 我说 你爸不是说 把那个两千块钱的 医疗报销 下来给咱吗 怎么现在还不给 然后他当时就 给我撂到一边了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说 那是结婚之间的事 没你啥事 有你什么事呢 那是我的钱 偶且猜猜 说翻脸就能翻成这样 因为我觉得 毕竟呢 所有要的父母 小姐父母也给的 但是 我用的方式不对 然后我就到时候 那时候脾气不好 并且小学生没有话 不是字 也不多什么大道理 我直接说 这是他结婚一切事情 跟你什么关系 女儿又了 你这结婚以后才 你要用女儿跟你 跟你什么关系 然后就我觉得 太烧他的心了 当时就把我的心 我的心简直就是碎了一地 然后他就跑了 我也就走了 然后那时候就准备离婚 对 当时我是特别收起 然后就是 我想着那么困难 然后结婚后之后 我都帮你怀账 其实你的意思不是说 两千块钱不能给 对 就是我就说 想跟你商量 对 他又给我少聊 而且是他说是给我嘛 他又说了一句是 没我什么事 他是这句话 就是烧了我的心 所以我就给他讲 我们离活吧 因为我那么 劫持地跟你在一起 你不把我放在地狱 第二次呢 第二次离活 就是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那时候孩子没断奶 我妈就是偶尔 把我带一次 我妈是把我带 我一直每天都去我妈家 然后我就说 让他妈就是来 也不开孩子 也不是说我就说 吵着就是非要 就是他妈 就是要把我带孩子 因为我就想着说是 就是可以过来 关系一下 来看一下孩子 毕竟是你的苏子嘛 这就是你不对 因为你知道 他的父母 是他心里最大的软肋 他一直以来就认为 他自己的父母 在父母的这个角色上 做得不够 是他最没面子的地方 我只是想让 就是他妈来关系一下 我的孩子 不要去想 他自己都没得到过 还更别说你了 他跟我讲了 他都没得到过母爱 所以说 你这就叫泡面泡不开 哪壶不开提哪壶 就是然后我们俩 就丑得不可开交 你说我理解你吧 第三次呢 就是我们结了婚之后 她朋友不是开着她的 那个就是摇滚远 出那代步车 然后撞了人出了车祸 他是车主嘛 然后人家把我们告到法院了 拍下来是两万块钱 那时候当时结婚 说我们本来就是贷款 每个月都要还贷款 本来都就是 结局是特别紧张的 然后再出了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是名下只有一辆 那个四五万块钱的 那个大胆蛇销车 他要把这个车 载到我的名下 他要自暴自弃 要给我离婚 因为车祸还账是还多少钱 两万元 陶师傅我不是放弃这段婚姻吗 然后他就收拾我 给我说 然后给我讲 他没事一切有他 他那想办法 然后他就向他 娘家里边 借 最后到法院的时候 还是我赵人 和我媳妇 他俩过来 给我还这个赵 但是我 真的听到 心里面挺难事 又高兴又难事 高兴的是 我不用离婚了 我心里面 不能发起这段声音 我得结强 难过的是 我是个男人 而且每天在 那么平均努力 我连这两位都拿不出来 比较 亏欠媳妇 你每次都是在关键的时候 不想拖累别人 但是你心里很清楚 别人不会走 因为那次实在没办法了 也因为 在我朋友开车下 把人撞了 你说出这个事情 求被我出两月亏欠 我比较 舍不得 在那儿 也确实急急困难 没钱 所以我就想着说 我自己想办法来承担吧 你想办法承担 你第一次也是说自己承担 我配不上你 我不拖累你 结果呢 把人拐到山东日照去了 人家父母还出了车祸 等于最后的结果 是他跟他父母在承担 你第二次 你又来这一套 我自己个人承担吧 结果呢 还是我承担我爸 对啊 这其实都是内心的自卑 你有一个好老婆 你明明知道 他不会离你而去 你还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话 而且最关键是这种话 最糟糕的一点在于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表现的他特别高尚 然后把别人放在一个很自私的位置 好人的好处都让你得了 我说不晓得他担心吗 最后他不是给我说毛 我说他离吧 他说为什么要离 能够成为你人际关系维护的润滑剂 就是他每次出去以后 像我这有时说不了话 他会说话 你不是挺会说话的 他脾气不好 他咋脾气不好了 脾气不好 他有时候就是出去 就是队员那个时候 有时候队员不听话 他要发火 他还训别人 对 他要发火 然后我就是压着他 他有一次 我记得是在19年 然后我们去那个上海苏州演出了 回的时候 然后他说 上海不是苏州的时候 到豪州坐那个高铁吗 然后他就给我们几个人说 然后他想带我们去那个豪州洗湖 去转一转 然后让我们就是下车了之后 在那个门口抖他 因为当时买票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都不在一个车厢内 之后我们下车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已经遇到了 就是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没给我们遇到 然后打电话 我们已经到一楼了 他还在上面呢 所以然后他下来就发谎 骂队员的嘛 他骂别人 就是你找死啊 你们找死啊 不提我的话 哎呦 你脾气这么牛啊 对 因为我当时的APP 下了火车几个 下了火车几个 就我带他们好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么难听呢 你找死呢 他也是就是急的嘛 害怕我们几个走丢 因为那几个也是 第一次来到那边 你再急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 就是嘛 我就想着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就给他讲 我说 我是要把他的那个注意力 拽着到我的身上 他骂我没事 但是他骂队员 人家就会计较 然后下一次 说不定人家就不给他 去那个野充了嘛 所以我就想 把那个注意力 拽着到我自己的身上 他骂我 我肯定不会计较的 你们现在出去 经常演出 要签合同吧 对 对吧 有一些事情 必须要接触到文字啊 编辑啊 他肯定不会嘛 对 就是我抱着他先 现在他获得了哪些成绩 现在我们日子 就是比以前能好 然后就是17年 我们自己坏了一个车 20年买了一个方 然后我在当地 现在比较小于免区的一个教练 全国各地 有很多地方 有要求我 去跟人家陪修呀 或者野充 这几年努力 我照样快的差不多了 现在给他买了个房子 写的房材名字 都是他的名字 然后买车 也是他的名字 我就是给他管 你一定要记住 将来签他管 然后他说的事 你都要听 你要是哪天觉得 哎呀 他说话不中听 我要跟他逆着来 那你离失败就不远 这些就是他给我带来的 是他给我了 给我一切的自信 给我一切的支持 很多男人非常骄傲地说 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家 其实哪里是男人 给女人一个家 分明是女人给男人一个家 男人只是给了女人 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而已 女人给的整个家里面的温暖 每一个角落 一双温暖的拖鞋 一块干净的桌布 是吧 一个窗名几净的窗户和窗帘 对不对 以及早上挤好的压膏 女人才给了男人家 不是男人给了女人一个家 好吧 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要发表一些看文 我觉得你很幸运 你找到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忘夫的一个妻子 跟她在一起 你的整个的物质生活水准 有着很大的提升 生活也特别地温暖 但我觉得与此同时 你也为她创造了她想要的价值 就是很多女孩想要的 那种叫做轰轰烈烈的爱情 其实幸福的生活 往往是平淡的 我觉得你已经给她了 所以说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选择 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觉得像你们这种 匹配关系也挺合适的 她也给很多人 提供了一种 关于情感的思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谢谢你们来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王毅 知道珍惜 这姑娘太好 好到傻得不知道保护自己 傻到了你无意识当中 给她设置的所有的责任和担当 她都义无反顾地挑起来了 不能退啊 作为一个男人 在去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想要爱没问题 你想要价值感没问题 但当爱和价值出现危机的时候 不退 这才是一个男人的一个状态 不能说 哎呀我为你好 所以我撤了 那不叫男人 那不叫责任 所以在两性关系当中 真正的伟大就是 我在这儿 除非你愿意走 否则我一定在这儿 这才是真正的责任和担当 这个女孩值得 王毅 你拥有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情感 这么一个女人 说明你也值得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 谢谢老师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一份好云演 这个好云演的前提到目前就是 王毅听高欢欢的话 有前途 为什么说你听高欢欢的话呢 将来日子会越过越好 事业有可能越来越红货 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 他最初从一个家境优越的环境里 嫁给你这穷小子 就是冲着你这人去的 他对你有一种托付 小子你这辈子不可辜负 他大学生不白念 你就是把腰骨跳到咱俩延安第一 你没点文化你能跳多远 你能蹦多高 高欢欢给你开始扫盲啊 你字儿你将来成大明星 字儿都不会签 怎么当明星啊 你别不服 咱陕北人都有自尊心 你肯定不是特爱挺 但我会说服你 他是你俩娃的妈 有这妈 你得认啊 就你这大字不识 带俩孩子 咋办呢 你一定要记住 你最初打动高欢欢是靠了什么 靠了一个苦孩子上进 真诚 掏心掏肺啊 千万别因为 跳出点小名堂 就丢了最初的自己 也丢了最初的欢欢 我不想说你是中国的好媳妇 我只是告诉你老公 他在这辈子遇到你是多么的幸运 你的那次托付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今天 我祝福的方式就是希望王毅 不辜负你最初的托付 祝你们未来越活越好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对你妻子说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 谢谢你这几年陪我建议的风风雨雨 有时间吃不饱 穿不够 不能给我其他 其他女人的那一天 穿的好几的衣服 给我就是一天就穿的就是 褪色的衣服 有时给我水车里 一起给我怀仗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可能就是我美文化吧 说话方面 做事方面比较极端 谢谢你一直给我讲 怎么做 怎么说 让我把这事做好 不要随意地去罚火 不要随意地去杀害别人 特别感谢你 给我塞加可爱的儿子 这么累 这么辛苦带孩子 再以后我会继续努力 加倍努力 对我的媳妇好 老公 我们从一无所有 走到了现在 给了你那个家庭幸福 希望你以后脾气少一点 对孩子 对我 多关心一点 特别是感谢我的父母 一直保持着我们 以后我永远都是你 接销的后动 加油 来 我们看一看他送给妻子的礼物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国出 啥 这是吃的 有食 为什么买零食 他介绍家里面带孩子比较累 有时间吃不上饭 所以说我跟他每件例子 讲到他就是一度吃饱 很好 不要担心一切背后油管 我会努力 忘夫成龙的女人 可能会更功利一些 希望男人能挣钱 能当大官 但是忘夫的女人 不是功利 她是希望 你能够工作快乐 希望你能够跟身边的人 处好关系 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好父亲 过上好日子 好别的不多说了 接下来在他们的一个安赛腰骨的表演节目当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国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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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